另外,我們剛才伊之國股推薦提供的3311中國建築 你也可以說一下你的看法 因為我們查詢的《宇宙大王》留言想問 如果現價、翻炒有沒有風險,他就沒有貨的 如果你說這個,當然剛才你們都會說很多基本面因素 那些我都...我會覺得都是的,都存在的 但是,你也有一樣東西,就是現價其實都... 這個估值來說都已經... 升了不少了 升了不少,其實都反映了部分剛才的港版因素的 那如果你說現在,就是3111我覺得比較反而是一個... 就是比較關視的就是我自己會視它為炒動力會比較多 或者叫技術因素會比較高,那是可以的 譬如如果你說現在,你駐馬不是大...不是買得很大 尤其是都很難啦,因為你本身的成交度不是很高 那就是你很難買到...買到超級大啦 那你以一個不是很大的駐馬來講的話 那可能11元附近這些位置入場 那你用不回...就是我們說的可能...就是... 唯一不好的就是...因為這段時間都走得很快 就是它升得破壞,變成你那些技術那些位置已經去到有些高啦 就是... sorry,有些...就是... 那個技術的那個...指洩那個位置已經有些闊 就是譬如說,可能現在這樣計算 可能你當11元邊買,但是你的指洩要設定到10個1的 那已經是接近一成,那要以一些短炒又沒有什麼特別因素 好講的trade來講,就有少少...就是有少少闊啦 那當然你承受到的話,我又覺得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現在的情況,的而且確就是... 以股論股來講,那個港股環境 就是現在都的確不是很多行業會好啦 那但是唯獨是就是...這一隻就叫少數是貼著那個天花板一邊上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可以啦 但是那個情況就真的純粹看...我叫他講 就是技術面為主,就不是太過理很多它的基本因素 因為其實國企類型的股,尤其是中小型的國企股 都是會有這個問題的,就是你很難去判斷那個基本面 然後說,哦,它跟著那個季會怎麼樣 它是可以將那些東西不是很理會 然後...就是你就算那個基本面好都不反映 又反過來,可能基本面不是很好 但是它都可以照升的 所以變了就會...那個情況就要... 就是看的上映數會比較重一點 那剛才講啦,剛才講就是... 如果你是買的話,你就要保持到10個1的了 所以就留意住碼了 是,好啊,那麼... 不再一次。 好,那當然 他都很THAR 對想像滿意 對想像 neste Skillshare